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里面将七十多年来共产党历次统战的字旗 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会解释就拿回去看 现在送给你 不要这么努力 我觉得这个解法就是共产党的解法 我们问这也是一个证明 可以有个解释 不可以 有名词 所以我们不叫统战 我们叫是沟通 叫是对的支持 你当时不是这样说 但这个统战就是说 如果你用共产党的字眼来说 你肯定不懂解释 他肯定不懂解释 所以人说你又说 我说一点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两三天之四 两三天之四 两三天之四 我刚刚纠言经过冯先生 我不要收分 我知道你不想给我 文党是说你做民选 你做立法局议员 现在是中国杯方选 如果你不是民选背景 你一直可以过多少年 港市顧民有什么关系 港市顧民做得好的话 市民看到你 市民是真是无耻 你不敢说他无耻 你这句话真是无耻 你这句话 我说不懂你 我说不懂你 你真是无耗 你真是无耗 你偷换概念 我不是偷换概念 你人格的小小小 你当我选择的小小小 真是可怕的 好 这一集的《汪文回》 新的嘉宾是馮掩基 阿基哥 不堪回首 但我们看回当年 你都很勇猛 上这个节目 吵到极了 《汪文回》 直播 你看看香港 你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你看看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节目 就知道 有没有记错是94年 94年 是 那时你是立法局议员 91年 你在九西拿最高票 你是立法局议员 那时就委任你做港市顾问 是 于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们就让你上来抽签一下 就是说 你去接受他委任你做港市顾问 是 人家就统战你 你说统战你 我统战他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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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我历史上第一次 对着三个大佬 而且是厉害的大佬 是 教授 郑经汉 郑经汉 这些已经是 没有办法再重演的 这些节目 其实有时候都很感慨 是的 二十多年 这些社会基本上是没有进步 是的 所以现在靠我们做这些网台 就在这些鬼伞草 就可以说一下 你现在主流媒体 你怎样可以容纳这些节目 为什么不行 那时也不行 二十年前也可以 那时也可以 但现在反而不行 反过来 那时还未回归 对不对 那是94年 港英有什么所谓 对不对 不会给压力 你这些电视台 但反而当时的新华社 就给压力 亚士 亚士 亚士的老板 想百分之后跟我说 不然你都很大气 弄到我听电话 是的 那节目是直播的 是 那时亚士也算够淡 收视率是双位数 这个节目之后 亚士的节目 没试过有双位数 都倒闭为止 多糟糕 你可真是 由我们这集开始 是的 这集收视率很高 我知道 是吧 我们看回 其实基哥 从政多一段很长时间 我记得你在83年 参加这个市政局选举 是 开始就做民选议员 是 其实香港 这个政治发展 我们看到 跟基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 今时今日 你又败选 我又败选 两个败君之将 坐在这里 但是事实上 你看回历史 基都算是香港 民主派的 开山造势之一 可以这样说 我就不敢这样承认 我们当时 因为中英谈判 已经出了个声音 例如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将来应该是高度自治 由香港人自己去处理 香港的事务 所以 我们当时 年轻人 刚刚英国读完书 回来 二十多三十岁 说明是 回归之后 就是我们 我们二十多岁 回归的时候 差不多四十多岁 在过渡期里面 希望可以有些 所以我们觉得 很明显 就是说我们 将来回归 港人治港 就是我们这群年轻人 将来我们四十多岁 就適合时间 那问题就是 接着你要用 如何回归 如何管治 选举制度 如何才是 接着要做的事 你要面对政治 我刚刚英国读书的时候 刚巧看到 英国的区域的选举 即地方議会的选举 整个选举过程里面 你完全受到 他的选举的过程感动 香港完全一票都没有 香港是全部委任 而你看到英国 原来那一票 是令到世界改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明明是市的市长 你明明是市的执政党 你明明是权威 议员 我们是市长 但你发觉 原来一到选举期 每个人要走来敲门 每个人要走来解释 他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接着会怎么做 我政刚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政治 一票而已 就是那一票 但你从83年开始就参加民选的市政局的选举 你便赢了 然后这个民主民生协 最后又成立了 我记得当时是一些压力团体 是一个等于联盟的组织 十一个团体组在一起 有很多创党的成员 知名度都很高 后来李永达 陈伟严 这些都去了民主党 刘先锡 刘先锡 Embry 我们赞助会员 刘慧英 那时候都很厉害 在80年代初的时候 中英谈判期间 到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了之后 接着85年 这个立法局开始引进 这个所谓工粮倒门的选举 我们都记得 那我们回顾一下 基哥这三十多年的重政的记录 其实你都有很多辉煌的历史 比如说在1991年 这个立法会 立法局开始第一次有直选 总共18个议席 9个区 每个区是两席 是双议席 那是双议席的一个选举 我们叫它双议席 双议席双票 双议席双票的那个选举 你就是在九龙西的选区 做了票获 我记得是三万多票 那次很少人 接着到彭定康来香港 搞政改 然后大陆又在搞过渡期的统战工作 其中一个 就是要成立一个特区筹备委员会 你老哥 就成为民主派的特区筹备之一 是 接着后来又委任你做港市顧问 从这些就看到 其实阿基 虽然是属于所谓的泛民主派这个阵营 但是北京方面 都觉得你是可以统战的一个人 或者你这个团体是可以统战的 好了 我记得在这个临时立会成立之后 其实你们都反对临立会 是 甚至你提出你们的方案 那当然是中英双方都会接纳你的方案 是吧 后来你在一次民协的会员大会里面 就通过了参加这个临立会的选举 是 我有没有说错 要有些重要的资料补充 OK 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个方案叫做 成立临时立法会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反对临立会 是 但是后来你又去参加临立会 但是这个就变成了 你们后来98年立法会选举第一届 就是这个特区立法会选举全均尽默 所以我要补充这两个东西 就是我们反对临立会 所以当时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直通车的方案 让香港人在95年选到的人 是能够原原本本地过去97 明白 所以我们的方案呢 我们不单止拿去北京希望说服北京支持 我知道了 我们也去过英国 中英相当都不接受 他们不接受 我也要努力 那你就觉得彭定康那个有没有直通车坐 那我这个临立会我也要参加了 是不是 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些我们不同意的方式 在原则上我们投票反对之后 当它变成事实的时候 其实在华叔的年代 华叔的年代 对功能团体的选举 我们都是反对之后 都有人参加 这种历史最多的 譬如你反对小英子选举 你又参加小英子选举 反对功能组织选举 你又参加功能组织选举 一样的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这个是基于政治现实 你没有办法 我既然要参政 是不是 这个游戏规则本来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有空间我都去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 我要拿个政治平台说话 因为根本上到今时今日 由英国到中国都没有比实 但是当时我记得 我自己作为一个电台 或者电视节目主持人 那时候我都算是相当红的 也有些影响力的 我当时就说 你文协去参加临立会四个人 我记得就是你 表成你 罗长角 还有莫 莫英凡 那时候你们是四个立法局议员 大佬 95年的时候 文协还不是大党 是不是 不是大党 搞到今时 一直都没有 当时就是98年 第一届立法会 特区立法会选举 那你就真的一直都没有 不是我还要补充多 那你说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不是我补充多个重点 那当时文协要决定 是否参加临立会的选举 我们请港大帮 我们分别 我们两个直选区 做了一个民调的 就是廖城里的直选 他的区里面做一个民调 我九龙 深水埗有一个区 又深水埗做民调 就看下那个选民出来的结果 是支持还是反对 如果我们说当时 我们的执委决定 就是说 如果选民出来的民调 是要我们进的 我们就不进 要我们进的 而当时港大帮你做的民调 两个区都叫我们进 我想问一下记 就是说 你这么多年来 其实这个问题 我都没什么正式和你讨论过 是 经过这个 就是97年之前 过到期 其实你们都相当活跃 在政治上 是 但是我自己比较欣赏 或者很多市民 或者特别是深水埗区 或者九龙西区那些居民 对民调的印象最深刻 就是你们那个地区工作 和一个基层工作 和民生 是吧 这个是你强悍的 就是你曾经 在1995年 你想想 四个立法局议员 接着 那个区议员的人数 多过这个 试过多过民主党 好像是 相差很近的 其实是 明白 你又不说 一出现 他们的人数 多过我们 他们是有个 95年是最高多少 我们最高32 最高32 最高32 95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28 好了 那你在95年 都有28个区议员 有四个立法局议员 你说这个还不是一个 不要说大党 都算是在香港 就是泛民主派来说 是一个已经 叫做举足轻重 很有影响力的 一个政治组织 但是奈何 你们在政治的论述方面 就被人觉得 你经常说 我们有一条线 他又商量又商量 我不会和他对抗 但是我又会和他商量 但是我们都会坚持 我们自己的立场 你经常说这件事 那事实上证明 这条又商量又商量的路线 是不成功的 是吧 你又没有去反省过 那些 那些女儿一定有反省 就是作为政治人 你不反省 又商量又商量 什么时间商量 什么时间商量 什么时间 不商量 我也告诉你 起码六四之后 文猎是唯一一个政党 是在北京游行 是为夕阳的案件翻案 没有第二个政党做过 这个我是砌 第二个就是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面 公开递抗议信 是两次 一次是为钓鱼岛 第一是钓鱼台 第二次就是臨时乐会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香港人 去到北京的地方 去做这些行为 如果你都说不是砌 的话 当然这个是你平常 但我只是说 砌之后 你能否砌得到结果 出来赢不赢得到 所谓中央政府的 令到改变他的态度 历史告诉我 我们做不到 但是这个努力 你是要看到我们的努力 在八十年代 初中英谈判期间 其实香港很多 像你这些年轻人 八十年代的时候 你的儿子都没出生 你一哥都没出生 你结婚 你还没结婚 那时你在英国回来的时候 空怀大肢 这些所谓的 我记得我带你三年 你1954年出生 53 53 我带你两年 你年轻人回来 又有志从政 那个时间 刚刚在中英谈判的期间 大家对香港的前途 也有一些期望 希望97后 香港真的会有 民主政治的出现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还有你们所谓 民主回归派 那些一大堆 大家都觉得 只要中国不断改革 香港就会有希望 于是你便对共产党这个政权 始终还是有些期待 那时代 但到了尼尾 八九六四发生之后 你还会有什么期待 老实说 80年代初 我可以理解 对不对 我们也是民族主义者 对不对 但到了八九年之后 还有 没有了 对不对 有可能有 有两个因素 这个是这样的 时间问题 稍后再说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 十几多亿的政权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警察和选举主任 都会批准民 肯定不是 基本上是违反这个选举法 对不对 你强辞辞 你香港有 我只是希望你一个 辞辞了中国 希望你很担心选庭 不要紧 希望你守回归责 好吗 大家守归责 大家都守归责 我是接受选民的选择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面 比较多的选民是支持了 一个是用物质去建立网络 用物质去拉动选票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是做一个社会的改革 社会的改善 虽然这个的差别是有99票 虽然这个是有第三者的介入 但是我认为 这个最后都是选民的决定 好了 大家看这段片 稍后我们再讲 这段片就是2015年11月 这个区议会选举 阿基在他的老巢 就是黎各区 输了给那条小妹 当然 刚才他的回应就是说 输就是输 你都败选 那就要承认败选 选民的决策 当然每一次选举的结果 都有很多因素 从政的人 或者自己一个自组织的人 就真的要去痛切反省 去检讨德实 然后就可以重新再来 是 那这段片 其实就是 这个选举 就是影响到阿基对他自己 跟着在立法会选举的部署 大家都记得在2012年 冯典基就是代表民主派 代表民协 去参加这个 在他们支持的政改方案 就是民主党的胡志偉方案 得到中联办的支持 政府当然要接受 于是那个政改方案 就得到通过了 因为阿基也是投赞成票 我是投反对票的 那政改方案最大的特色就是 这个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仍旧是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 去提名和选举赞生 由少许子选举 我们深呼统绝的 到今天为之2017年 都是维持2012年的选举制度 当时阿基就去参加这个 所谓立法会新增的功能组别的选举 就是这个区议会功能组别二 我们一般俗称叫超级区议会 就是由区议员提名 就是区议员身份才可以参选 然后由全香港的选民 扣除了传统的功能组别选民 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那一年阿基就拿了26万票 26万票 26万票代表什么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第一代表阿基从此在立法会 那四年变成那一票是废票 因为在功能组别里面 建制派占多数 就是说你分组投票 你那一票投不投也没所谓 所以阿基有时走不投 但是有时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 但那一票永远不生效 无论你为了赞成或反对 那一票也是永远不生效 这是在议员的动议 政府的动议便很重要 我知道 政府动议便有多一个议席 政改方案 23条 但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跟我说的数字游戏 也会被人说 因为有了这个区议会方案之后 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席是减少了 好的 2008年民主派拿多少席 19席 是吧 但是到了2012年民主派拿18席 18席就是35席拿18席 但是19席是30席内拿19席 差别很大 那你拿了那三席 超级区议会议席有什么用 你只是给建制派多了一席 在功能组别里 在这个区 这个功能组别里多了一席 但是你在地区直选 你不见了很多席 所以你的说法是三分之二 或者是这一席 在整个立法会 不是这个私人草案 不是这个议员动议 那里就影响你很大 有屁的影响力 是没有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很反对这个制度 当时我在议会里面 变类的时候 我觉得很清楚 不要紧 你又拿很高的票 这个票数没有意义 我觉得 没有意义的地方是哪里 你看回你今次拿多少票 九月的选举 你在新界西方拿多少票 一万七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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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二十六万票 所以有些人都会很谦虚 那些超级区议会 赢得到的 包括陶瑾珍 或者李维琴 他不敢说 你看我拿几十万票 你去敌区直选 你看拿几票 因为那种是两种不同的选举制度 你超级区议会 我是支持民主派的 民主派选民 我没得选择 我当然把这些票 都放在这三个人那里 你明白吗 你一定多票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制度是要推翻 而不是去参与 但不要紧要 你看看一个对比多强烈 你在2012年 参加这个超级区议会 立法会议席的选举 你拿了二十六万票 当时你是第一高票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一是谁 第一是图锦生 第一是图锦生 你是第三高票 五个人里面 你是第三高票 但到了新界西方的地区直选 那里你也经营了一段时间 你民协也有很多议员 不过是退党 退下退下退下 你明白吗 最后还有一些 但你只得了一万多票 三个百分比你都得不到 你连保证金的五票也得不到 对李逢锦基来说 这个也算是一个很难得的记录 你从政几十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对比会那么强烈呢 当然如果你要分析那次的选战 你有没有感觉 结果不重要 输就是输 但会否输到三个百分比都得不到 有没有想到 当然这个很明显 由策略上 文协成的铺牌 那次选举上 出多少队 人手资源的调动 是否应该这样去 你总的来说 你总的来说 你的判断和结果 你发觉判断有问题 但我服你一件事 刚才那段片段 有一个王仲奇在搞搞震 这个就是你们文协的人 他做过深水埗区议会主席 很厉害的事 又去了民主党 很明显你觉得他来戒利票 但他不是拿很多票 但他拿的票是刚刚的对比 他拿200多 拿200多 我欠99 你欠99 即是戒票成功 我是戒票的老祖宗之一 那些人说我 他之前是你们派人来判断我的 我戒你 那次是2008年 2007年 2007年 我找人戒你 那时候没有招呼 不知为何找人戒你 应该是11 2007年 2007年 你们也很惨 2007年 民协也很惨 那是2011年 2011年去戒你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让你去选超区 我记得是这样的 就是去辱你 那不是叫戒票 我们不用戒票 你叫票债票偿 我们叫票债票偿 而且不让你阿基去选超区 是这样的 民主派不应该参与这个 所以何俊仁 我们也搞他 大舅他搞他 他搞不到 你明白吗 然后这次超区 这次区议会 就是何俊仁 就是何俊仁 习了给何君堯 他就说我们戒成 但我觉得这两个老牌政客 在这方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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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件事上 被人所谓戒票 也有些风度 至少你没有公开说 就是 有第三者 你没有说这些东西 没有得赖 何俊仁也没有 今次 何俊仁输了 就是自己努力不够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正确的态度 赖什么 有没有赖 是吧 他输就是输 好像我输了400票 我输就是输 我又没有赖 是吧 那现在赢了 我都没得做 是一回事 选举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一个政党来说 那个议席是很重要的 是 连你这个龙头大哥 都挂得 然后在新界西拿17000票 对比2012年 参加超级区议会选举 有26万票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不过很多 传媒就不会这样做分析 但我又会帮你解释 这是两种不同的选举 是 但是没有理由 就是说在新界西内 可以这么低票 好了 到了这一刻 当时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你是不是预认自己会输 一个星期之前 就是算计前 当然 这是最初的评估 是变动的 你看到 第一个星期的民调 我是自己排第四 排第五 不准的 到第三个星期 那次 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 就是排第十八十一 一路都在十十一 一路都发觉 一路怎么做 我们那个也是 徘徊 十八九 一声去到上面 是第三高票 知道吗 是 五万多票 很害怕 所以 是由最后四五天开始上去的 珠海迪也在最后的几天 珠海迪也在最后的几天 所以到最后的星期的民调 最后的八天 整个民调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当然这个评估 跟我们准备参选的时候 那个评估开始转到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 我们是最初判断定这个策略的时候 判断有问题 或者判得不准 或者看得选举的选情变化不准 说到这里 就是你的党本身 就是当时参与这个立法会选举 就是2016年这一届 整个部署出了问题 譬如你因为去参加区议会选举 输了 那你拿不到奖入场拳 入不了集 那你怎样去选招区呢 如果你进入 那不是梁耀宗去选 对不对 梁耀宗在新界西 我觉得梁耀宗在新界西 我觉得他不会输 因为他在新界西的基础 比你稳固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如果阿忠不去选超区 而你又选到区议会的话 那你这席就保住了 对不对 理论上就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就不会受当时的风潮 世代交替 有本土派 显一阵阵阵阵 有这个雷动计划 那些对你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雷动也雷死了 你和李卓仁 我告诉你 是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当时的判断 你整个党 包括部署 我也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莫家贤不会选举 也有些人会选 对不对 因为可能你党内投票 就是让阿乔去选 不是单级当内投票 我们是两组投票的 一组是党内 一组是党内 一组是找大学 帮我们做一个九龙西的民调 究竟是市民的民调 但为什么你不去九龙西 是吧 因为当时 这个真是理由 你还可以说 反正你要抢那个位 那为什么你不去九龙西 你可以说我们 就是当时的判断错误 因为上一次乔选 做一届选 他只差三千票 而且今次多了一只 是的 我认为乔逸 已经选了一次 那次的选举是一个宣传 他接着15年的选举 区议会又不差 这就是内部可能的想法 就是认为乔选 应该是乔选 多次的机会大很多 如果大学帮他做的民调 也是乔选 这时就觉得 两边都是高票 加上自然代表了民调 但结果 选举一启动 就不是这回事 不是这回事 所以这个就是 选举的过程 里面显现出来的情况 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因素 是这个我们选前的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九西的基础 那么稳固 你当初的评估也不完全是错的 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突发事情发生 但是就多了 多了两个候选人 一个刘小丽和一个刘慧晶 但是想不到他们可以 有些事情就是因为你看到 那个光谱 特别是非建制派的光谱 更加阔 拉得更加长 有多了不同的人出来 这个就更加把所谓支持 非建制派的票 我是非建制派两届票王 两届票王都可以 第二个 其实你看到一些政纲 其实刘小丽跟我们接近 这可能因为政纲相近 而表现有其他因素 导致刘小丽相当多的票 我觉得我们就不说他们 我们说你民协 部署基本上出现了问题 这个现在很明显 因为你其实去选 你一个是超区 一个就是这个地区直选 拿两席 是 最理想就是这样 是 你输了邻国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是 邻国输了 整个部署就乱了 是吧 在乱了的时候 阿乔继续在这个地方 你只能选择他 只能去新界西 没得选择 是吧 当时的分析也是新界西最有条件 因为你看到在早一届 民主党加公民党 拿14万票 只是拿一句积极 花了十万票 但这些票 你记得要看人 那是预约尾 所以我们以为历史上 应该没有那么快出现 第二个预约尾 不是 那现在就给了新的人 你想想 珠海迪加上 郑重泰 又是十四万票 又是十四万票 就是十几万票 就是历史 立刻重演给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们猜不到 原本想着 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但谁知道 其实很多事情 你都猜不到 休息一会 当时我们有很多理由 解释一世 上次有27万票 建制派21万票 我们有6万票 第二个就是 上一届 公民党和民主党 在加盟有14万票 但只是第一个人 就是有9万多票 那这个9万多票 可以拿到2-3个人 第三个就是 我们文字党 断门 有个支部 搞了20几年 地区工作 做一些居民的组织 和一些改善人生的事 我们也有做 所以我猜五个地区 直选区 这个我们最有能量 最有条件 是人家的移植 所以这样的基础 就是为何 突然变成一个 所以接着就是 其实新西 我们都选了三次 即是我们地区 都有这个选举的建议 加加盟是这些理由 我们看不到 我们不去这个区 好 我们回到毓民会 细第三节 今天的嘉宾 就是我们 泛民主派的老将 馮檢基 不过今次的 立法会选举 也是 输了 我和你也输了 我要加上这句 才可以 大家都说 拜君之将 但拜君之将 也可以延涌 对不对 第三节 我想跟你谈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都会问 你会否再去参选 我觉得今次参选 你看到 可能有个补选 但补选 我觉得以往 这个补选 起码都是我们 非建制派 而这个首选 在九西 你想想 九西 在你九一年去选 他们是没有票的 建制派 你是拿成 九龙 两个人 加上 七八十个百分比 所谓民主派 是 当然慢慢出现公联会 民建联会 就不同了 好了 回谈保选的议席 这是你的老巢 九西 你看一下 当然 你从那个地方来说 这个就是文聂做了 几十年的地方 但从那个议席来说 这个是非建制派 我觉得 因为现在 就算是直选 比数 刚才你说的比例 九西是非建制派最多票 今次有两个可能有机会被DQ 一个 一个 暂时是一个 两个 量游也是 新界东 即是新界东 即是直选的比例 我说九西是一个 我说的比例 原本我们是赢三个 现在只赢一个位 即是15对16 原本是19对16 没错 19对16 现在是17对16 如果你是禁运的位置 如果我们这个位置 不能够赢得回 你会令到将来 直选的比例 地区直选 是一样 是的 功能正在输 那你就会变得大劲 所以我觉得 作为民主派 应该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 性数高的人 去出去参选 而我觉得 即是要协调 这不是逢检基 或是民协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我们家事了 这根本是整个民主派的事 即是说 如果九西有保选 你们一定要 民主派应该要有一个初选 或者要协调 协调 就是初选 最有胜数 最有胜算 最有胜算 起码拿回自己的位置 伸东也是 是的 伸东也是 要整个局 有没有谈过 现在督定有两个位置 一定保选 在这个特首选举之后 政府就应该会宣布 或者他要等法院 对这四个立法会员的司法复迫 再有判决之后才再决定 对底上是两个故事 因为梁柔也好 其实政府应该 等中審庭 因为梁柔应该到中審庭 中審庭如果有一些结果 就是理论上 政府应该要处理这个问题 而那边你又不知道 他要做多久 应该在法律上 这个与直是空置了 是的 法律上就是这样 因为已经可对宪 其实他应该要宣布 保选的日期 但是因为现在 他有个终极上诉 在中審法院 所以起码要等到中審法院 有了裁决之后 那就要保选了 那你个人就认为 这个就不是你民帖 想不想去的问题 就一定要整个民主派协调 找到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 找到一个赢性到高的人 如果九世 那你会参加这个协调 九世 你要表达你自己 想参加这个普选 那你就参加他的协调 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历史 其实我们上一次16年的选举 最早提出 各个区都应该要协调 不用打崩头 但是你一向 立法会也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因为多议席单表制 比例代表制 你记得吗 你来区议会也有协调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就算是多议席单议席 你也可以协调 因为你自己能评估 如果只有六个议席 你出八对九对 现在只可以这样说 你去到保选才协调 你原本地区直选 你没有可能协调 协调得到 协调得到 就已经协调了 是吧 就不会发生2012年 是吧 如若未取得这么多票 这个我也反映了 其实作为民主派 是否应该要越来越走 去一个结盟 甚至是合拼 整个十多天 只是民主派 上一届 就是我们那届 都十个党 很简单 我觉得这是否应该是聚集 或者牵涉我们的力量 最好机会的时代 就是民协 民主党 拿到最多议席的时代 你都做不到 现在到你去到政治江谱 宽阔到这样 我就是一个始组勇者 06年我成立社民年 就抢你民主派的票 以及托阔政治江谱 接着有人民力量 你计算那些得票 你就知道 我社民年时代 我们拿了三席十五万票 到了2012年 人民力量拿了十七万票 你记得吗 拿了三席十七万票 陈志全、陈慧业和我 拿了十七万多 差不多十八万票 加上社民年 当时阿Mo和其他人的得票 总共拿了二十七万票 二十八万票 是比公民党二十五万票 比民主党二十四万票 如果将公民党二十五万票 加上民主党二十四万票 再加上当时这两个激进派 那二十七百万票 即是整个非建制派的得票 再加上其他独立的那些 毓民不过我告诉他 那时已经是政治江谱 已经宽阔了 你现在更加不能转弯 不不不 这个是转弯的问题 我会觉得 你怎样协调 问题是 你是不是继续要民主派 这样散下去 散到就是逐个被人击破 散到民主派 根本就连垃墟之地都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 为何我们不可以走在一起 你告诉我 怎样走在一起 大家有个共同事 大家有个共同事 现在有个范盒会也要建盟 你现在那些罗冠聪 朱凯迪 他会反对公民党和民主党 范盒会 只是在立法会的事务上 大家尽量找共识 看如何投票 收到大家最要一致 但政治事务 就不只是立法会 自己也不只是投票 你告诉我 你没有一个领导的人物 你哪有得搞 你有个共主才可以 团结也是要这样 我觉得政治上 有两个情况出现 一个合作 一个就是 大家发觉 如果我走在一起之后 我们真的能够取得 所谓的执政权 例如特首普选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搞 建盟和合并 第二个就是 你再不做 你就会死掉了 到了危险关头的时候 你还不走在一起 但当然 现在 有时走在这边 有时走在那边的政策 政治光谱也不同 你怎样走在一起 譬如是左的 你中间哪左的 公民党又有点 但也不用十几个 那么多 有十几个 非建制派 非建制派十几个 那你有工党呢 工党和你差不多 如果你这么说 我宁愿说 我们是否在民主派里面 专做民生的 专赐民生的政党 我们先走在一起 也有三四个 这个以前也有人建议过 那你就可以 工党 民协 社民联 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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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工只有阿丁 有一次在台湾谈过这件事 但是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是大家不够努力 我觉得政治上 没有事情不行 不是大家不够努力 是国怀鬼胎 每人都有自己 你怎样走鬼 是吧 怎样走鬼 现在人们说我是鬼 那鬼没了 你又团结到吗 你一样团结不到 是吧 没有了黄毓民的非建制派 一样是一盘散沙 不是 当你原来发觉自己的党 议会里面只有一只 甚至一直都没有 你觉得没有政治影响力 没有办法影响民生 或者我多个议席的时候 多个机会影响民生政策的时候 这就是有因令大家走不在一起 但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什么可能民主派可以团结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说民主理念 大家基本上相同 民生上 民主派也有左有右 民主理念未必相同 激点或者没那么激 我希望有日见到 至少民主派的 我们走民生路线强的政党 是否可以走在一起 在另一个角度 就是民主派的左翼 你这种想法 其实是很有双情愿的 而且这是一个主要的 你一有双情愿 才能推动那些事情 但你要看到整个客观环境 客观的形势 可否可以令到你 这种想法能够成功 你明白吗 现在整个客观环境 你看到香港 现在整个政治的形势是如何 所谓非建制派 真是一盘散沙 事实上是这样 现在那些所谓的本土派 冒起了之后 然后又散了 你明白吗 如果你纯粹看选举 这个所谓的本土派 是散了的 我告诉你 严格来说 粮油那两个都不是本土派 它都关了 其实在政治上 已经不用考虑了 可能若干年之后 他们成熟一点 现阶段来说 他们整个政治前途是完整的 也证明 其实真的要深根细作 和做很多事情 忽然间三分钟英雄 很快就完蛋了 你不是三分钟英雄 民主党那些 不是三分钟英雄 只是在一个政策路线上 出现 让人感觉 不符合整个大潮流 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整个选举 你看到整个主流民主派 等于是输的 等于是 你明白吗 你民主党很幸好 保住五席 因为比例代表制 还有一个雷动计划 帮忙 否则你怎么保五席 你想想 他得到十九万票 你知道吗 是 总得票只有十九万票 我们总得票 叶普成也有十五万四千票 不是 跟他相差三万票 所以在节目之后 我想跟你再斟斟斟 我觉得 如果是真的 你去到一个懸崖 你再不断在一起 我现在在计算 我现在退出政坛 我们的十五万四千票 那些票票也是真的 所以我不是跟 郑松泰说 你要努力 对吗 是有得发为 我觉得现在你不努力 你玩完了 政党什么人都不知道 但你刚才说 你做民主派协调 然后团结整合 什么可能 你告诉我 那你没有说 你历史上 再过一两届 你民主派没错 其实不会没错 非建制派永远都会存在 非建制派和民主派 非建制一定存在 建制派也一定存在 因为你不是建制 你叫非建制派 或者反对派 但问题是 在于有这个路向 有这个心情 去落区 去帮市民打拼 去改善民生 改善财政 改善税 改善这些差不多 看法的人 会否变成一股政治力量 很简单 你朱凯迪 甚至乎 罗冠聪 甚至乎 郭冠太 这些新人 他都会告诉你 不只是你阿基可以 我们也可以 没有问题 改善民生 比如这个问题 如果你只有朱凯迪 一个人 你进入到70人 里面 你一样是 动员不了 投资不了 没有政府 现在事实上 也看到 这届的议会 是发挥不了 反对派的作用 就是因为散 就是散 所以就要走在一起 而且你看到 长毛去选特首 跟着那几个人围着 他就只有那几个人 那些就变成了新泛民 是吧 很明显的情况 长毛就是做这个新泛民的 如果你是成功 如果你是成功 跟着那些事情 你会成功 但大家都试过 如果真的碰壁的时候 你有没有再想想 我们大家都退一步 退一步 而我们可以大家有 一个共同的基础平台 如果听你这么说 你仍然有很旺盛的 企图心 不一定是我参与 但我觉得要鼓吹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你看到问题在哪裏 看到哪裏跌低 哪裏站得起身 哪裏能够取得政府的权 总之我们不是执政 我们可以逼到政府 一些政策改变 你真的要走在一起才行 老实说 我们已经说了几十年了 还要继续说 你问我 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党派限制 主要你是香港人 在生活 你又有一分力量 到死的口气都要说话 现在很简单 逢檢基还未死心 现在告诉你 我本来想跟他说 大佬 你下班 不要再去选 退出政坛 或者做一些 你现在搞社企 也好 很多其他事情 你可以做 如果香港真的想 那些香港人自己 你不觉得过去那段时间 议会 有很多时间 但你还看不到 这三十年里面 民主的议席一直增加 当然是慢 甚至现在被831 执着我们 但不是没有进步 不过慢慢 你接受不了 你现在 我说进步 什么 建制派的议席 是不断增加 现在的问题 就算在一个 比较公平的选举里面 地区直选 他的议席 也不断增加 在那里取名 对吧 休息一会 好 那我们又回来 《毓民会客室》 这一节是最后一节 刚才阿基在我们休息 之后 他就说 到我要说话的时候 你就说 休息一会 因为时间 因为我们到时候 要剪也不好 我们希望 络播也当直播出街 这次 就让你任你说 不过 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不退 阿哥 我觉得 搞政治 无论你搞民主 或是搞民生 是没有退那天 因为你处理社会生活 你就被政治影响 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退到我退休 好像刚才你说 你喝茶 那些是退 那些是退 因为 你说是三十年前 我从英国回来 三十年前 要说一国两制 我们要香港民主 双普选 这个就是我参政的心志 而这个心志 不是说我要参政这一届 或者我赢得这些事 我就参政 输了我就不参政 或者赢得了我就帮你砌民生 输了我就不帮你砌民生 我不是这样的 我简单地说 没有议席 便没有发言权 不是现实的 对不起 以前也没有议席 你说你不退 你不会退 这个心志 你不会淡忘 即是淡忘了这个心志 仍然坚持有这种理念 但是你通过什么 去将你这个理念 去得到实现 你也是要参政的 对吗 你都要选举的 这是其中一个角色 这是其中一个角色 我的意思就是 经过今次败选 这么严重的挫败 有没有考虑过 我直接退出政坛 我不会参选 我不参政 但是我可以继续 去争取双普选 我意思是 我认为 你是哪个位置 能够用到你最强的能量 这是你的位置 我具体一点 大家要关心 冯檢基会否再参加 立法会选举 很简单 我只能说 冯檢基到现在 都没有退出政坛 但没有退出政坛 一定要选举 这个就是政坛上 很多角色 我今天还是文协的中常委 你还是文协的太上皇 继续培训 那当然不是 文协的太上皇 这个是你们所说的 要先问施德莱 如果是文协的太上皇 我就不会伸西 不如是九西 我餐餐坐去九西 为什么一年年走去超级 證明我们不是用这个角度去想 文协的人不是这样想 你整个泛民主派的整合有困难 这个是必要的 任何搞政治都有困难 但是 你要面对它 你自己文协 你要整合也很艰难 现在 看看有没有说错 退党成员 2017年最新鲜热辣的 就是周永恒 深水埔区议员 去年年底退党的 有杨振宇、黎港卫 两个都是九龙城区议员 萧亮星、黄永杰 是吧 也是2016年 是吧 萧亮星退了 就带了 黄永杰 又退了 接着就转投民主党 好了 2016年年底 吴美又退 这些已经在文协很久了 林建文 这么辛苦打那场仗 搞定了那个梁美芬的盟友 那又姓梁 林建文的律师 又退 刚才说的那几个 就是新鲜热辣 而且每个都是区议员 那你告诉我 2015年选举之后 你有多少区议员 2015年我们有17个 18个 现在退完之后 你有多少个 现在有12个 你自己的党都散了 是吧 所以你刚才在这里 乱乱如谈 我当你说的全部 都是你自己相信的东西 就是说 民主派不可以再四分五裂 应该要整合 否则就很麻烦 那你自己问协 我总的来说 就是对部署有意见 这个基本上 还有对世代交替有意见 权力的意见 世代交替 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准某些人选 不准某些人选 你只能用一个机制 如果大家设计这个机制 大家认同的 会内投票的选民 透过大学去做民调 出来的结果 我们只能按按结果去做事 所有民协的立法会选举 从来不是民协自己作主 是选民也有一半的 50个百分比赛 但你那些党有退党的 也不是这么说 我认为是事实 大家可以有大家的理由 大家背后的原因 我又觉得 在这个节目上 人家也不太懂 所以我觉得 不是讨论 不满意的结论 不满意的结果 这是我认同的 为何这么大规模的退党 这是前所未有的 以前那些 就是一个两个 就是加段时间有一群 对吧 我们看到 譬如你王岸言那些 不算了 你王重奇、梁广昌、邓世宗 那些 就是有一群 罗长角 很多 那些不是在一段时间里 成批 这样退党 但最近这一次 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 我自己看到 这不是很可怕的 全部都是民选区议员 是 他是装脚 那整个民协将来 如何发展在选举上 你阿基不选 也希望有其他人去参选 那你起码有这么多装脚 好了 这个新的主席80后 施德来 那他如何去管这个党 领导这个党 你要的党 还是有所谓的 价值观 信念 大家共同意志 共同理念 去想做一些成效 令社区的人 弱势社群 可以改善 一定要有这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下 我们走在一起之后 我们是否一个努力 可以达到更加好的成绩 虽然你刚才说 那五六个人走了 其实现在我们和他们 都很相 是相 但又不是完全断尼 关系 大家都不做事 不懂 其实这几个月内 我会不时和他们 一直举念合作 以前那些 我留意到 有很多转头建制派 有很多民协 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民协 很多退党的人 到最后去参加建制派 就是你原本的政治理念 你没有办法 变成这些人 你明白吗 如果你是很激 那些就不同 他退党 他最多去到一个 没有那么激 或者嫌你没有那么激 他去到一个激 最多是这样 但他没有理由去转头建制派 即是说那时候 那些退党 很多是基于利害的结合 和你们 没有了选举 没有了议席 你所谓很多 其实相对来说 又不是真的很多 只是说三两个 三两个之后 你只说是建制派 三两个 三两个 过了之后 我们正认为 割了一只 我先来说 大家究竟觉得 民协这种方向 路线是否适合 是否存在 是否帮到街坊 这才是最基本的 就算我们 文协出来的人 你刚才说过 李永达 李永达 大旧 那些 早期都是来自文协 即是 如果你问我 文协 不时有些人离开 不时有人离开 但如果离开出去 他仍然都用着 我们大家共同的价值观 理念 另外一个方式去砌 或者另外一个平台去砌 而砌出来的目标 他觉得要离开 你是不能控制的 之后他就说 在这个教训之下 我们怎样去改善 为何令到将来 不会有些教训重演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 那么多人退党 全部都有议席 是会令到党 整个党的影响力 是减税的 还有加上你 真的屋楼更肩逢野鱼 立法会 你的议席又输了 是不是 那你在立法会 一直都没有 接着呢 区议会 原本有这么多席 2015年选都可以 选得不错 接着呢 有几个五六个区议员退党 那这个为什么不伤 是很伤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那么伤 那你现在那个 新的领导层 可不可以回应到 现在你民协 遭受了这种挫折 它可以令到民协 可以重新再起呢 有没有信心 拿议席和 可否再发展 我觉得是有两个 不同的阶段 就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如果是民协 是被妥协的 或者是不值得的话 我们都不会留到 还有一帮年轻人在那裡 还有一帮年轻人 他愿意担起这个责任 去揹起民协 主要有这个基础 精神和意志 民协是可以再生 可以再发展 当然能够再发展之下 面对新的时势 是否我们这种价值观之下 用这种手法 是否仍是恰当 香港呢 还是要更生呢 这个一定是 现在新一代的领导 他要留意 我觉得你们回应不了 过去这几年 我自己观察 你是回应不了整个 就是说 香港的政治思潮的发展 嗯 你有年轻人也没用的 年轻人一定是古老石山 有什么分别 现在我们看到的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整个民主派阵营 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未来这几年 你慢慢会看到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立法会 民主派的新议员 是真是身不如舊 无论民主党公民党也是 包括那些新秀也是 但你刚才说旧的不够 不是 我没有说旧的不够 就是应对不到 你整个政治理念 你是回应不到社会的发展 但是你的议事能力 是比现在这帮新人 你既然进入议会 你一定是议事能力 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一基 你做那些事务委员会主席 或者对那些民生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你没有问题 全部都熟书 熟到烂 几十年 但他们进入来都不学习 又没有努力 我们看到的 无论民主党公民党 全部都是 那你说多糟糕 你只是这帮人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两难 也是一个矛盾 一方面我们又被这些年轻人随位 另一方面你又要担心他不行 我宁愿给他一个平台的机会 有些底线之下 就是大家尽力的努力 尽力的方法去创意 创新 去创一条路出来 但这些年轻人 你给这些年轻人 是为了整个民协的世代交替 还是形式上 我民协我都年轻化的 但实际上掌握民协的决策 都是你这帮老鬼 会否这样 你除非只有老鬼才懂得讲道理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懂得讲道理 都有他们的立论 有他们的价值观 甚至他们的价值观 跟他们不一样 你一举手 你便能看到数字 所以如果你到达民协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是服应民协的理念 你认为是 基本上你现在留下的那些 其实觉得民协是一个 最比较重视民生的工作政党 而这些年轻人都希望 能够看到自己生活周边的街坊 那个弱细社群 真的能够看到生活上的改善 而虽然我们立法会没有移植 因为立法会的哀喱没有了 但仍然觉得民协在地区上的打拼 是真的做到事 但你现在少了那么多区域 你知道区议员也是一个资产 亦是地区上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你自己做过这么多年 你很清楚 在区议会里面 区议会虽然不是一个实权的机构 但它可以做很多地区的事 是 利用区议员的身份 和政府的资源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去到现在的环境 我觉得民协其实都是一个危急存亡之秋 而现在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和区里面的民主派的其他区议员 一起合作 我又要说这个团结 要走在一起 大家看到危机 那危机真的不是只是民协 整个民主派都有这个危机 整个香港都有危机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种坚持 能够说服到大家一起 好了 我们今天很多谢冯剑基上《毓民》这个节目 大家刚才看我们开头那段片 其实不许人间见白头 不许人间见光头 其实当年他也是光头 没什么分别 所以是风采依然 很感谢基哥今天做节目 谢谢你 我记得第一次和毓民 火拼 就是94年的鹏门镇 完全想不到这个节目 可以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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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这是各位自己的立场争 dar 其實這些節目在香港是少的 其實需要發展這些節目 令香港人更看得到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態度 甚至不同的做法是需要的 我是喜歡這個節目 有這些辯令的模式 不過我覺得動文其實溫和了很多 同逢檢基做節目 有沒有火花呢 大家看完 你覺得有沒有火花 他就說我溫和了 其實人都是年紀多了 火花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大家都不同意見 但是不同意見也不一定要走路 就像湯家驊一樣 嚇到不敢來, 答應了 所以阿基始終明知上來 有機會讓我溫和 其實我早就說了這些節目 是大家不同意見互相交流 我不會特地溫和你 其實你覺得好不好看 好看, 交月費 我給你一趟 我不太接受了 我絕對電話 我給你一趟 完整的事情 我可以去看 在那邊